鞋面现在翻好了 我们来把鞋口缝一下 把这个线 你看这根线还是在里侧的 这根线还是在里面 看到没有 我们先把它从下面 这个毛线这个地方 把它穿下来 哎小心 穿的时候拉出 拉到外侧来 我们来缝 缝的时候呢 首先是把后跟的这个地方 朝上拉了 然后包着海绵 看到没有 这样子啊 包下去之后 先把这边捏紧 上面先不管它 然后把这个针 从这个地方穿下 这个 外侧穿针的时候 一定要挨着这个 第一针 就是外侧的这个针 穿进去 我们穿到里面的时候 穿到哪里 穿到这个边上的辫子 我们在最后收斜口的时候 有个这个小辫子 看到没有 沿着这个辫子边缝 会更好看 好 穿 拉出来 好 收紧 这边不要松啊 压上 然后反穿回来的时候 也是压着这个辫子 我这边不太好下啊 我把它 稍等 我把它拉近一点啊 看一下包在里面 因为这个没法往上提 好 穿到这个辫子 再从 里侧穿到外侧来 这样拉出 好 拉紧 再包着 缝下一针的时候 往前那边 这边包一点 然后再把针 从这个边上 穿过去 再穿到里侧的这个辫子 穿过来 再把它拉上 下面这个地方 穿的时候 沿着这个 收辫子 结口的这个地方 反穿回来 好 穿出 拉出来 好 下面再沿着这个边上 边边 再穿进去 穿进去的时候 压着这个边 就是这个辫子 看到没有 这一排这个辫子 边 这样缝 好 收紧 再从下面的地方 反穿过来 再从下面 穿回去 好 拉过来 再下来 拉出 再反穿回去 如果有这个地方 看的不是特别懂 的姐姐 可以到时候 如果是看到 这个视频 想学的 等我们直播间来 主播在上写的时候 你可以个人 不懂的地方 可以来问 好 再穿一下 从外侧 这个边边上 穿到辫子 拉出之后 拉紧 好 我们接着下面继续